決定是最後一輪的 這個是 請看第一個提示 病 又是關鍵字 哥哥 病 什麼病 病 或者是病什麼 病 第二個提示請看什麼 封信 魚 魚 魚 又是跟雨什麼關係 下雨的時候很容易游泳 答對沒有 沒道理啊 第3個提示請看15秒 準備好 我放上面準備好 河畔 像什麼 我一定對 病 相思 魚 相思 河畔 相思 答對沒有 我好感動喔 來 錦雯的九個攻略賽請就位 漂亮 好感動 黃錦雯同學 東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師畢業 請公布他的第二道題目 來 分別有 飆高音 發聲練習 因為你是幾舊二重唱 對吧 景聞看風水 以前是仙姑 有主持的相關節目 對 抹茶廟學問 你是抹茶控 潛水看見規 當然 因為潛水證照 已經考了十年了 購物爆行款 購物爆行款 是因為 常常網路會拍賣自己 亂買的東西 對 我最近在尋傳 購物有賣自己 夏威夷 烏克莉莉 這個呢是你會彈的樂器 對 還有鋼琴也會啦 最愛留言位 你最愛 毛 孩兒從寵上天 因為有一個毛小孩 是養了十二年了 老狗 從哪邊開始 飆高音練習 飆高音發聲練習 請主題 因為研究發現 在睡前做發聲練習 像是彈舍或是拉高音等 可以為睡眠帶來什麼好處 A減少打呼 B減少磨牙 C舒緩呼吸中止症 我的答案是 A減少打呼 請鎖定 摩牙 摩牙是天生的 中止呼吸症 應該要去看醫生 減少打呼 因為它讓你的那個 這邊有運動到 因為我們打呼的時候 其實就是透過呼吸 這邊都會有 就是肌肉吧 在睡覺前 如果我們運動一些 我們的肌肉的話 它會比較 到放鬆 如果打 我覺得人太累了 就是會打呼 壓力太大了就會摩牙 是 呼吸中止 這是一個 這是一種病啊 是啊 A跟C再選 不會是C 音樂中止 請揭曉 來 漂亮 漂亮 如果你也有打呼的困擾的話 不妨嘗試在睡前的時候 都唱首歌吧 因為當我們唱歌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的 汗下肌這裡 變得比較緊實 還有舌頭 也會變得比較緊實 這個時候 做這樣的訓練 其實能夠幫助我們在睡前 讓這個地方比較緊一點 所以就不會容易打呼了 可是要提醒大家 這樣不是偶一為之 就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其實你必須要天天做 而且最好從青春期以前 就開始做這樣的一個訓練 才能夠讓你的汗下肌更緊實 來 第二題 好的開始 拜託 三題就好了 節目夠長 三題就好 抹茶廟學問 抹茶廟學問 請出題 抹茶要分薄茶跟濃茶 關於兩者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濃茶泡沫較好 B 品茶方式均為一人一碗 C 點茶前均需溫碗 哪一個正... 敘述是正確的 其實我覺得任何任何的茶 都需要那個溫杯 我覺得抹茶應該也是一樣 所以我的答案是 所以答案是 C 點茶前均需溫杯 請時間鎖定 所以我的答案是C就可以了 不用唸一遍 對不起 你時間多啊 好 溫碗啊 對啊 是不是 可是沒有耶 沒有嗎 好像沒有 印象中啦 我喝茶通常不是都要溫杯啊 因為它是漆氣 漆氣怎麼要溫的 它還是要有溫度啊 它才會讓那個茶香啊 好吧 那算你對吧 好不好 好 來 請揭曉 在弄抹茶的時候呢 可是有很多講究的 除了這個茶碗跟茶蜜 都事先要先溫熱過之外呢 現在像是薄茶啊 它呢 是用茶粉再倒入這個熱茶 然後呢 拿茶蜜呢 是來回的刷打 然後呢 可以拌進了非常多的空氣 就可以產生非常濃厚的泡沫 這是薄茶的飲用方式 那如果是厚茶的話呢 事實上它的茶粉的量 必須是薄茶的三倍之多 茶蜜呢是用旋轉的方式 讓它的上面呢 可以產生像又一樣 非常漂亮的綠色的 這個茶的這個幼膜 那在喝這種濃茶的時候呢 不是一人一碗 而是用輪流喝一碗 那一次呢喝三口 再傳給下一個人 一萬在巷子口了 請問 好 潛水看見龜 妳看到是綠蜥龜嗎 對 漂亮喔 很大隻啊 好大喔 對 綠島的綠蜥龜 還有牛港森都很親人 潛水看見龜 請處理 C 軟會依照孵化期間的溫度 來決定性別 請問海龜在三十度C時 性別比例是多少 A 孵出雄性 B 孵出雌性 C 雌雄各半 我的答案是C C 請處理 還有雌雄各半啊 我跟你講 我覺得海洋生物都很神奇 像如果在夜前的話 你可以在晚上看到魚 就是蕃度在睡覺的 晚上 晚上還有能見度啊 就是打燈 只有兩米啊 一米兩米 就是打手電筒燈 那像烏龜它也是很特別 海龜是很特別的 它就是在那個溫度 它是雌雄各半 我聽教練說過 三十度的時候 是 那十度的時候呢 十度的時候 十度比較冷對不對 不然呢 十度的時候應該是雌性 十雄各半在三十度 是這樣的狀況嗎 來 請介紹 好 其實很多華型動物 牠們是會依據呢 當地的溫度 以及產卵時候的溫度 來決定牠們的性別的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像赤西龜來說 牠們的產卵溫度呢 多半是落在二十六到三十二度 但是呢一旦呢 牠們的產卵的溫度呢 是高於三十二度的時候 就容易會浮出雌性 而溫度略低的時候呢 會浮出雄性 但是當溫度呢 將近在三十度左右 這時候就會雌雄各半 非常神奇 來 雪齒了 再一題 毛孩寵上天 毛孩寵上天 請請 根據拍賣網站統計 哪一個年齡層的人 最願意花錢在毛小孩身上 A 20到30歲 B 30到40歲 C 50到60歲 我的答案是C 50到60歲 請坐地 妳50到60歲 還沒到啦 因為...30到40歲 那時候正值 比如如果有小孩子 可能花在小孩子身上 可是50到60歲 所以他們如果養寵物的話 他們很願意 樂意把錢花在寵物身上 因為他們覺得寵物 才是陪伴他們 因為剩下的十日不多了 對吧 差不多是這樣 就我想跟自己的寵物分享 是... 50到60 來 傑西亞 不要再打對了 賣出好不好 打 怎麼會 謝了... 今天答案是 30到40歲 那麼呢 這是根據露天開賣網的 一個統計數據 同時其實30到40歲 你通常是會有一個 比較穩定的經濟能力 也持續在賺錢 那這個時候可能也 不一定有另外一半 也不一定還有小孩 所以這時候 毛小孩很容易 就成為生活重心 當然就會願意多花點錢 在毛小孩的身上了 生活禮物給錦文做幾點 來 好 我們要送給錦文姐的是 家家寶Wi-Fi智慧移動式 空調 搭配了Wi-Fi智能晶片 更是冷氣 暖氣 空氣 清淨 除濕 送風 多積合衣 是一台一年四季 都能夠使用的移動式空調 就讓你隨心所欲 享受懶人生活 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 這禮物太棒了 對 我很重要 好 馬上進行 非常感人肺腑的 終極懲罰 很好 兩個美女 我終於不是站在那個了 滿滿的感動 感情也不一樣嘛 對 差很多 看過喔 在那邊覺得 希望小孩不要看電視 拉拉 我指尖的地 那麼長啊 可以吧 可以 再來 再來 放 聲音聽起來好扎實 妳應該幾下妳知道吧 三下 四下 三步行 OK啊 男生要圓一圓 來 再來 他有動自己 太長了吧 拉 再來 他其實沒有那麼痛 他正確的拉法是這樣 我幫妳拿來 好 他就是這樣 對不對 好 這樣 我們就比較有一點點 他會打來這邊做的點 然後停在這裡 就會舒服有沒有 好 我自己的扎實 相信一個人要很多年 但是不信任卻只要一瞬間 聰明的人都知道 一個謊言需要更多的謊言 來幫忙 想要跟我一樣具備生活智慧嗎 不要忘記週一到週 晚上九點鐘 東升頻道 歡迎收看我們的全民心攻略 拜拜 謝謝 謝謝